要接這幾個單位的話 你先確認一件事情 要想清楚 你不是獨立機關 民進黨的獨立都是假的 就民進黨的獨立都是假的 這些獨立機關 從黨產會 促轉會 中選會 NCC到司法 今天發生的事情都讓我們覺得 他所講的獨立基本上 都是不獨立的 黨產會 促轉會跟中選會 其實在去年選前 就已經不斷的發生這些不獨立 而且超越獨立的事情 而且是極端的不獨立 像張天新的事件 東廠 然後中選會 中選會也是非常的離譜 卡這個公投案 甚至到現在 中選會要新任命的主委 是任命一個剛選輸的縣長 還帶有民進黨籍 然後來擔任 然後為了讓他可以來擔任 他還捨不得退出民進黨 他還好像是用什麼 是暫停行使他的職權之類的 停權是不是 停權類似 他不是退出民進黨 這個已經違反了過去中選會 任命主委的慣例 操然獨立的慣例 所以你看這些要去接的 如果你沒有這樣的認知的話 我想第一個你接不下來 你的下場就會跟暫停一樣 剛剛大佬所講的 大佬已經提醒了 如果接到電話你要好好想一想 你如果沒有辦法承擔那個壓力的話 或者沒有這樣的認知的話 那你千萬不要去接 這個司法的部分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大打了民進黨一個巴掌 你號稱的司法改革 這也難怪 全台灣現在你做民調的話 那個對司法的信任度 是超過八成的不信任 如果今天大家看到說 原來全司法部的部長 法務部的部長 能夠用這樣的方式 現在在總統身邊辦公 對 而且是國安的首席之委 你說用陳情嗎 不可能是陳情 一個國安的高度 然後去跟地檢的主任 郭檢察長剛好是他同學 對 不管怎麼樣 你說你是提醒也好 那個都是讓人家覺得 就是這不是提醒的 這某種程度上 就會有指示的嫌疑 連他們自己委員都講 你可能只是隨口提起 但是別人認為那是真正關心 所以我覺得司法這個部分 可能是更讓國人覺得 不能夠接受的 所以將來這個怎麼這樣調查 或者背後是不是還有淫無者 我覺得很多人都在懷疑這件事情 今天邱來三他雖然先請辭了 可是他是為誰請辭 然後請辭了就代表交代了嗎 好像不是 很多事都是這樣 他說近代調查 近代調查 對 4月24號之後就會有結果出 誰來調查 這到底誰來調查 到底現在是要變成是一個 難道是監察院來調查就好了 還是他已經有涉嫌違法了 我覺得這部分都是要給 國人一個交代 因為這幾個獨立機關 雖然我們在這邊講說 民進黨根本不把獨立機關 看成是獨立的 但這有分兩個層次 一個是行政的部分 也就是我作為一個行政不滿 你雖然是獨立機關 可是我用行政的職權 那種上對下的態度來要求你 那你挺得住 挺不住 這個是一個行政上的關係 另外一個是法律上的 法律上的就比如說這一些 獨立機關 如果他有獨立行使司法權利的 或者準司法權益的 包括調查權益的 像NCC這種有開法的 那他就不是只有行政上 他還有司法上的問題 這一些司法上 你所構成的裁法也好 制裁也好 甚至是說比如說換照 這些事情 那不得了 那不是簡單的行政上說 你獨立不獨立 而是這可能比土力還要糟糕 就已經完全是把整個國家的資源 跟供契給濫用掉了 這個還有司法上面的責任 如果最後這個應該 應該拿來作為仲裁的 這個司法的部門 也都淪陷成為不獨立的時候 這個國家毀壞了 全部壞了 從行政獨立機關到司法機關 全部都壞掉了 所以這就是民進黨執政底下 的一個國家的亂象 那為什麼會這樣 我覺得還是回到執政黨本身 還是回到領導人本身 他沒有辦法有任何的政績的表現 所以怪來怪去就是 你們這些人都沒有聽我所講的 我指揮不動你 都是因為你們害我的 所以讓我選輸了 讓我執政不好 那這樣怎麼辦 整個國家都亂掉了 所以我剛剛講說 所有的獨立立灣都不獨立 連他最該喊獨立的他都不敢 台灣獨立他也不敢喊 所以民黨 民黨所講的獨立 真的都是假的 劉思芳想太多了 比如說左轉右轉 那個轉字搞得他也要管 這個事情 整體字還是日文字都搞不清楚 這個事情的邏輯是不通的 因為他真的想太多 為什麼 如果韓國瑜在1月11號 當選總統的話 那你就不用罷免 沒有 他說同一天要有兩個投票 有同一個 這個被投票人是有法律爭議的 你們也聽懂我的意思 就不用罷免 他當選總統了 他覺得兩岸齊發的話 韓國瑜比較不容易當選 韓國瑜又沒有放選 然後又被罷免 不是剛剛好嗎 我知道 但是一個執政黨 倘他一個執政黨 用這樣的方法 羞辱一個對手 現在是最強的準候選人的話 我覺得太low 你很意外嗎 其實劉思芳 你看看他過去的資歷 看他過去的表現 我不曉得 為什麼他忽然間變成這麼low 選舉到了 他在剛才那16個人的名單當中嗎 沒有 不在那個 沒有 他也有 你不是說你早上仔細看過了嗎 再給大家看一次 有 不過中選會主委民進黨 都可以挑李靖勇 所以接下來NCC主委會挑誰 這件事情恐怕是大家會覺得很激盤 可能會是一個很有趣 大家覺得可以像李靖勇一樣 配合執政黨的人選 對 因為確實現在獨立機關看起來 這個獨立兩個字 已經變成一個假議題了 獨牌眾議為民進黨去辯護 恐怕才是真的 所以從之前有促轉會的例子 然後一直到中選會 這個主委陳英淺就卡蘭失利 所以來了一個政律的李靖勇之後 現在這個詹廷因為追殺 不侵略媒體 不夠凶狠 不夠積極 所以他現在也要走了 秀琳姐剛剛說這個可能誰接 我倒是建議姚文智 恐怕是一個不錯的人選 兩個原因 201之後變一個位子 而且他是追殺媒體的老司機 所以其實滿建議他這個NCC主委 也許可以考慮看看 但是獨立機關就像我剛剛講的 獨立變成假議題 但是獨牌眾議為民進黨辯護 變成為真的時候 其實會讓人家覺得很憂慮 大佬剛剛也說 這個劉士芳不知道為什麼 民進黨立委當一當之後 好像人都變了 其實不只劉士芳 邱泰三恐怕這次這個案子 也讓很多他在法界的前輩 跟後進都很失望 邱泰三除了是這個民進黨的 當過部長 也現在是委員之外 其實他以前是律師 然後也當過檢察官 我想很多人對他有印象的時候 是1989年的時候 那時候有爆發 他集體司法人員關說的事件 那時候有一個檢察官叫高興武 因為不滿上級施壓 所以辭了檢察官 那時候的邱泰三為了挺他 他也把檢察官給辭了 他是這樣子的一個人 後來他去當了律師 當了立委之後 他的太太是法官 但是有一次出庭的時候 那個當事人在庭上說 法官這個案子 我問過邱泰三委員了 他說我有道理 所以這個案子 你應該會判我贏吧 邱泰三當時就跟他太太覺得 這有利益迴避的問題 所以他太太把法官也辭了 一直到邱泰三回到民間之後 他太太才繼續做 過去邱泰三是一個這樣子的人 這樣子的人 當年為了挺抗議官說 他可以辭檢察官 為了迴避不要被官說 太太可以不要做法官的人 怎麼會到現在變成 把官說淡化成吃飯的時候 順便陳情 所以不知道是民進黨這個染鋼 讓人變了 還是很多的官位 會讓一個人變了 總之現在的邱泰三 讓過去的邱泰三看了 恐怕自己都不能接受 思考的一個途徑 給觀眾朋友們來看一下 我們為什麼要在行政部門 就是在行政院設這個獨立機關 它的基本的概念 很簡單 我們為了要讓我們的權力 能夠很順暢的移轉 建立一個好的政治資訊 所以我們要獨立機關的中選會 超然的中選會 我們為了要追求新聞自由 我們要有個獨立機關的NCC 超然的NCC 我們為了要追求過去歷史上的公平正義 所以才設立所謂的初轉會 這些他設立的目的 就是因為要追求公平正義 要追求新聞自由 要建立一個良好的政治秩序 因此他才會設為超然獨立機關 但是如果說行政部門 或者是立法委員 把手伸進去這個機關 或是政黨把手伸進這個機關 這個機關的獨立性跟超然性就被破壞了 被破壞了以後 要不就是他的功能失去的時候 一般來講 一個失去他的功能 失去他應該扮演角色 要不就是把他廢掉 可是我們又知道他不能廢 因為他很重要 而且他是維持我們整個 秩序 公平 正義 自由的 一個最重要的機構 又不能廢 這個時候我們的民眾該做什麼選擇 只有一個選擇 那就是把這個政黨 把張手伸進去獨立機關的這個政黨 把他換掉 因為讓他不再有權力 把他的張手伸到這個裡面來 我們來看一下NCC最近 所造出來的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我用這個時間的方式 也就是年間學派的方式 跟各位觀眾簡單介紹 你就可以知道 整個都是民進黨 他們的一些張手伸入這個機關裡 裡面的一些做法 3月13號先由陳曼莉 部分區的立委民進黨籍的 管碧林 葉宜金 林俊縣四個人 召開記者會 召開記者會直接攻擊批判 這個NCC無作為 過了幾天 17號 在立法院裡面 鄭保欽他們就開始 故意去質詢蘇貞昌 蘇貞昌故意說他管不著 他什麼都不做 那麼對於這個NCC 進行非常嚴厲的批判 你看立法部門先發動記者會 接著行政院的院長 直接批評 攻擊 那麼把手伸進去NCC的主管了 接著第二天 鄭保欽就開始發動連署 16位民進黨的立委開始連署 還想要串聯國民黨的立委 來連署 接著我們就看到了 再過幾天 27號 NCC對旺中做了第一個裁決 引起整個台灣社會的 絕大部分的嘩然 我們也看到了很多的有報 他們也在受任中批評非常嚴重 那麼我們就會問 當時記者會的時候 為什麼不是戰役 為什麼是翁忠伯來說 我們說他是發言人 可是我們當時判斷就是說 可能是不是這個主委的想法 跟這個副主委 或者是他們裡面的委員的想法 已經有矛盾了 那麼主委不願意接 那不願意接的情形下 他們還硬要做這個決斷 硬要做這個決斷 然後一旦做出來了以後 你這個主委如果繼續做的話 等於是你要背書 你這一生你的情欲 你就被埋在這裡面 你要不你就請辭 你要不你就是被迫離開 這個我們不知道是 自己要請辭 被迫離開 但是很明顯的 矛盾是在裡面發生的 所以等於是一個獨立機關裡面 已經嚴重的影響到新聞自由的時候 那麼彼此之間的矛盾起來 這個時候我們就看到了 綠黨的 民建黨的 他們就開始在發動 台灣的一些少數的學生 我們一直強調 台大有三萬六千多個學生 發動了少數幾個 一個學生代表 學生 然後就說我們要聚看望中 然後接著在政大裡面 找了一個不知名的 從來不具名 到目前查不知道這個人是誰的 說跑到那個餐廳去轉電視台 那麼所有的東西我們就看到了 然後再到四星 那麼再動員一些學生 四星有幾千個學生 上萬個學生 再動員幾個學生 全部在搞這個學生運動 全部都是 好像要從學生裡面來弄 然後要從政黨裡面來弄 要從立法院 要從行政院 排山到海 就是要把這個NCC把它弄掉 要把這樣的一個獨立操展機構 把它打到底 打到底的目的在哪裡 配合到最後 阿斯蘭議員下台 換另外一個主委的時候 是聽話的主委 從此以後 NCC不再是超然獨立了 NCC從此就是行政院的 一個附屬機構 台灣要什麼新聞自由 所以我們如果還要堅持新聞自由 要堅持思想自由 我們不能夠把NCC換掉 我們唯一能夠做的事 就是讓這個黑手的政黨 不要再有權力去插手到這裡來 那最好的方法就是怎麼樣 讓他下台 這就是唯一能夠做的事